据环球网7月24日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奥运频道23日 在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出场画面时 使用了一张不完整的中国地图 有关行为引发网友质疑和不满 对此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指出 地图是国家版图的表达形式 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NBC奥运频道上述行为影响十分恶劣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情感 我们敦促NBC方面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质 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坚决反对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行为 试图利用奥运会玩弄政治小把戏 进行自我标榜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行为绝不会得逞 目前可以确认这张图是NBC在转播时加上的 不是东京奥组委安排的对外现场电视画面自带的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NBC在中国队出场时还提到了香港和新疆 除此之外 日方一些势力也在借这个舞台现场做一些手脚 中国台北队出场时 场内广播说的是中国台北队 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画面配的字幕也是中国台北 但NHK的口播解说是台湾